一个统计的报表 报表要统计的是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的年龄报表 所以会有两个条件,两个栏位条件 一个是最常购买的是哪一种设计杂志 那我想知道呢,不同年龄层 他购买的杂志会有哪一种不同的倾向的一个统计的 先把这个枢纽分析表先做出来 那我们再做出枢纽分析图 那图的部分的话大概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做出来的结果 上面的话会有一个标题 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年龄报表 那你会发现哦 他跟那个绘图区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上面的那个图表 我们前一个练习是放在绘图区里面 但是现在的话呢 他是把它放在绘图区的外面哦 OK,所以这边上面也会有个图个标题 那这个是放在上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还有一个图例 图例是放在上面 那底下的话呢 会有各个这个设计杂志的名称 那左边部分的话多一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垂直坐标轴上面会多出一个标题 上面有两个字叫人数 而且人数的话我希望是垂直的哦 放在垂直的位置哦 那所以哦 我要该怎么做啦 但是第一个我们先把那个 就是第九十刚刚讲的哦 那个第九十七 九十七的这个地方哦 先把它完成好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知道说 最常购买哪一类的 这一类杂志的年龄分布呢 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 所以第一个哦 我们一样先 啊 到我们这一个资料里面 找到我们这个问质调查 刚刚做完这一个哦 然后呢 最常购买的应该是哪一 最常购买哪一类的设计杂志啦 那你会发现这里面哦 总共有这么多啦 不过将来哦 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像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如果假设你想知道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应该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把这个范围是要 把K栏选取做C 那如果你想知道 这里面哦 到底有几个项目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 好 也许我们在Q栏的地方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特别说啊 它会变成什么 Nas available 我是建议你贴上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 只有10 就是把10贴过来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现它里面的全部资料 那假如说呢 你想知道说 哎 这里到底哦 有几种设计类杂志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你其实有个方法 把这个资料里面 重复的部分移除掉 所以如果你要移除重复的话 应该知道吧 资料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移除重复 那你只要选取什么 选取这一栏 或者是选取整个范围 Ctrl Shift 向下 然后呢 再利用移除重复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哦 你有没有标题 上面有标题 就是标题 可以打勾 不然的话呢 它会把上面这个也当成是 它的资料一个部分 按确定 OK 你会发现哦 它会告诉你说 它找到并移除 141个存复的值 然后留下9个 意思说 总共有150个 对没错 150个 按确定 那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 基本上呢 就是9个项目 OK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所有分析表 它其实哦 第一个动作 也是做这个动作 移除重复 所以以后呢 假设说 你不想说 用搜尔分析表 去做统计的话 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搜尔分析表 你可以用移除重复 那可是问题哦 如果想要算出说 到底哦 这些人到底 那个范围里面呢 到底广告设计啊 或者一直到其他 这个总共的 总共有多少个项目的话 那其实哦 你如果不用搜尔分析表的话 还有另外的方法 比如说你这边 假设一个什么 计划 比数 比数 OK 如果说 你假如 不用搜尔分析表的话 其实它有比数啊 怎么统计啊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不用搜尔分析表 其实可以用一个叫做 统计类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Counif OK 那Counif 其实就跟搜尔分析表 计算比数啊 蛮像的 OK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啦 你一个简单的东西 啊 你不想说 每次都用搜尔分析表 反正简单的东西 随便在旁边做一下的话 那你就是 可以先移除重复 然后再用Counif 按确定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那个资料范围在哪里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范围呢 在这个地方 最常购买的这个杂誌 在哪一栏呢 在这个范围 最常购买的 所以 点选 K2 K栏 然后Ctrl-Shift 向下 Ctrl-Shift 向下 意思就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条件是 你的Criteria Criteria就是条件 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什么 要不要找的就是 刚刚移除重复的这个 广告设计 所以你就Criteria 跟他讲说 你帮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找找看 有没有广告设计的 有的话呢 就帮我Count Count Count就算几个 Count 算几个 OK 那你会发现 它出来是32个 当然等一下你可以向下 如果你要 向下拉的话 记得一样把它锁起来 可是如果你将来定义名称的话 就不用锁了 所以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 这个 刚刚那个范围 一样用定义名称 所以有时候定义名称 其实真的还蛮方便 OK按确定 好 然后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只要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 算出来呢 就跟刚刚有没有 我们利用那个 初纽分析表做的 其实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OK 只是说呢 看哪个地方比较方便 你就用哪个方法 所以有些时候 当然我觉得这个 我只是要算一个数量 比数的话 那假设我不想这么麻烦 我直接在旁边 先移除重复 特别说 移除重复 然后再把它针对它的比数 做统计 两个方法其实都OK 那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有比较复杂 像 在这个第97页这个地方 我如果希望能够统计 除了说 哪一类的广告 这个这个杂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栏位 就是年龄的话 那这个可能 如果用刚刚的移除重复 跟康义服 应该就没办法 因为有办法的话 可能也太复杂了 所以像这种 比较复合型的分析的话 那我们还是好利用那个 刚刚讲的这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方法 好 来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那 这个范围OK 按确定 第一个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分析 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 所以把最重要的为主的 就把它拖拉到列标签 其次的话 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购买行为 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年龄 所以我把年龄入份 把它拖拉到 这个蓝标签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可以再把什么 年龄再拖拉到值 其实或者是把最常购买 哪一种杂志拖拉到都可以 这两个蓝位 拖拉到值都可以 因为它两个都不是数字 所以拖拉到值放开 那你会发现 只要是哪一个年龄层购买的数量 它就会当你分别列出来 OK 不过这上面显示的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上面 如果没有的话 理论上应该要输入是0才对 但你会发现上面有没有 有些是空的 它就显示就是空的 但一般习惯上 如果是空的 应该是补个0就好了 但问题还没有补0 怎么办 自己手动补吗 OK 那不是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呢 如果假如说 你将来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说你里面很多 空白的 那你希望空白的 自动帮你补0的话 对不对 它里面其实已经有帮你想到这个问题了 你一定要找到 在哪一个地方 在做完这个拖拉的动作之后 请你往上找一下 上面会有的功能 叫什么 看在这里 作用中的栏位 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栏位设定 我印象中在这个栏位里面的设定 点一下看看 它里面有一些选项 来更正一下 应该是在这里 选项里面 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如果里面是空白的话 当我显示成 显示成0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找到上面这个 应该是选项 我刚选错了 应该是选项 OK 第二个的话找到哪里 若为什么 空白储存格 显示目前是没有 你可以填入多少 填入0 对 你就把0填上去 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空白储存格里面 都填入0 这地方就自动填上0 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表部分 就先做完了 其他我看一下 在97页部分 做完之后 再来的话 我希望把这个表 帮我绘式成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图 就要长得像109页 这个地方 的这个结果 我刚刚讲过 里面主要呢 我希望呢 他可以在上面呢 先做个标题 这个标题 然后图例放在上面 这边有一个坐标轴 人数 然后 隔线的话 主要是要都要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一样 只要把这个表格也做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 在搜索分析表 点击它 OK 再来的话 也许我们先用 预设的好了 假设用直条图 不过 我觉得 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用个复合图吧 或者是说用百分比对比之类的 之类的 可以让它看起来 比较 不会那么的混乱 也许你可以 之后再改成 所谓的百分比对铁股 我们先用直条图 按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 请你把它按右键 一样移动到 移动那个图表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OK 把它关掉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 这个 会出 这个图了 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从 由上而下 上面呢 我希望能够 加上 那个图表的标题 所以 请你在版面配置里面 找到图表标题 预设的话是5 所以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刚刚我们那一题 是用 自中的重叠标题 这一题的话 我想我们就把它改成 叫图表上方 OK 它自动会 控出 一个距离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把 这一很长一串 最长购买 一堆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选取这个 标题之后 那里面的话 也许啊 跟刚刚瑞斯 就是你可以把 字放大家24 跟刚刚一样 然后也许用 微软正黑体 并且的话 把这个字开发 换个颜色 换个红色 大概是这样 把标题加上去 接下来的话 下方呢 会增加一个图里 图里现在呢 它是放在右边 可是我今天 希望把它放在上面的话 可以再到 版面配置 找到图里 那一样把它放在 再上方显示图里 OK 把它放在这边 看起来还不错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需要 把这个隔线 你看看这个隔线 主要次要都有 所以把隔线干脆 主要次要 水平的话 主要次要都要 然后呢 垂直的话 主要次要也都要 OK 好了 画出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 最后的话呢 我们 把它先关掉 这样看起来 这个 所有分析表 这个清单 把它关掉 然后 再来的话 我希望 这底下 其他的话呢 在 垂直坐标轴上面 再增加一个 标题 坐标轴上面 增加标题 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上方 有没有 在哪里呢 在图表标题的右边 叫做坐标轴标题 那我希望在 坐标轴的 这个地方 这个叫垂直坐标轴 这个叫水平坐标轴 我希望在 垂直坐标轴的 左边 增加两个叫人数 这要怎么加 人数哦 所以你可以 点选那个垂直坐标轴 找到垂直的 垂直坐标轴 那目前的话呢 它会是5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呢 把它改成垂直的 所以这边有没有垂直 垂直标题 哎有 我还没有 所以你点选什么 垂直标题 哎 这时候就出现了 那把这个垂直标题 一样 把它呢 里面输入两个字 人数 那再来其他的话 也许哦 这字型再把它 稍微再变更一下它的字大小 字大小大概 差不多16左右吧 OK 然后 其他看要不要增加 再把它换个颜色 等等的 这个再自行设定一下 OK 那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垂直的 坐标轴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变更一下什么 底下这个字的 字的大小跟字的颜色 像这个底下字 好像太小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这个 图表的颜色 这个 这个字的部分 稍微再放大一下 放大到大概 十二号字吧 现在十号字 那你可以怎么去修改下方的 水平坐标轴上面的 这些字 其实蛮简单的 你就点选它 这个时候 你就直接 选它之后 在上面 直接 就设定它的大小 直接就可以设定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 大概十二吧 点一下 有没有 马上放大 那另外的话 字型也许也要改成 叫微软正黑体 颜色的部分 你也是把它改一下 改成蓝色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完成 这一个 这个图表的显示 那 这个做完之后 那待会儿我们 如果说 再做一个 其他条件的话 包含就是 除了说 世界类杂志 除了 根据年龄之外 假如还想要做一些 其他的交叉分析 哪些交叉分析 比如说我还希望 知道什么呢 想了解就是说 男性别 对于这个喜好 有没有什么差别 还有就是说 女性 而且 学历是大专以上 大专或大专以上 最常购买的 设计杂志 又是什么 这个要怎么筛选 所以这个 做交叉比对分析 等于是有点是 再进一步 再做筛选 不过 可能 在这个不同的版本 会有不同的差别 也就是 不同版本里面 有不同的交叉比对工具 那 为了要统一 每个版本都可以 所以我是建议 你干脆用什么 用我 刚刚有提到过的 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统计 如果你旁边这个 假设这个不见的话 你可以从 那个选项里面 这边也叫 蓝位清单 因为我刚刚 我把它关掉 因为他刚刚 做图的时候会挡到 所以我把它关掉 如果你现在是关掉 要打开的话 记得找到蓝位清单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还想要 针对 哪个 设计杂志的年龄之外 还有他的性别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然后他的这个 学历 另外还有就是他收入 再做一些 进一步的分析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 其实 方法很多 但是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比较通用 哪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所谓的 报表筛选这个地方 也就是你可以把你要筛选的 其他蓝位 再放在 所谓的报表筛选里面 再做进一步筛选 因为像比较新的版本 它会提供一些交叉 分析工具 有没有 那其实 它理论上 就是 报表筛选 只是说 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但有一些版本 比较旧 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所以为了说 能够 在不同版本 也都能够做出 一样的效果的话 因为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报表筛选 那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 比如说性别 还有就是 学历 收入 对于它 购买这个 设计杂志 有没有 这个影响 OK 那想要做一个交叉分析的话 那如何利用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 所谓的 报表筛选 再去做进一步 取得你要的资料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 所有分析表先完成 那刚才会说 如果你要填上0的话 记得是在上方的选项 六为空储存格显示为0 这个地方 另外的话呢 就是 图表的部分 试着 再利用 早上有讲过的一些 这个 绘图 其他的这个版面配置 那把这个 图再稍微做 做一个变化 那其他甚至 你这个图做完之后 假设你觉得 这样的呈现方式不OK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它按右键 变更图表类型 其实 像这个 刚刚第一个比例部分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说可以用那个 堆叠 百分比堆叠图 会不会更恰当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 我觉得好像这样的比例 看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混乱吧 而且 可以 基本上一目了然 而且 大概占比多少 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或者甚至 你可以 把它再改成立体的 有没有 这边其实有一些 立体的百分比 堆叠图 有没有 那你不要按确定 有没有 看起来 哇 感觉好像 有些立体的 虽然是比较炫一点点 但感觉 就是 好像有点宣兵夺俗的感觉 而且啊 这个立体还可以旋转角度 还可以看你要怎么转 我说真的好像 我们现在本来是要 秀一个简单的图出来 但里面这样3D的 感觉好像有点像秀一个技巧 有没有 上面还有什么 立体旋转 有没有 还可以看到旋转角度 还有 仰角幅 我想说 这个 太偶尔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让它酷炫一点的话 你可以自行再去 调整它立体的效果出来 因为这里是有很多这种立体图 但你要不要用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那它结果其实跟刚刚 那个平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平面感觉有点 就是我直接就是告诉你 我要秀的东西 所以 如果像刚刚全部都用直条图 来堆在那边的话 其实看起来好像似乎没有用 这个刚刚讲按右键 你可以变更图表类型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所有的百分比对比的直条图 或者是说早上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改成堆的直条图 试试看 甚至如果你要酷炫一点的话 可以用那个立体的 甚至立体的 还可以有方的 还可以有圆柱的 有没有 还可以有尖的 不过我觉得下面这些东西 真的好像只是 怎么讲 让你那个图看起来是 好像有增加一点 但实际上这么多 其实其实充其量 就是直条图 跟堆叠直条图 OK 所以你要是这么多 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些效果为主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图先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利用 报表筛选 在针对不同性别 不同教育程度 甚至不同职业 因为收入 去观察说 他对于那个 最常购买的这个 杂志有没有 这些效果 这些事 你 有点 感谢观看